制作第三层的一个效果 那来各位看一下 第三层呢 车子好像从画框里面跑出来 对不对 这是第三层 那其实选呢 你知道选到这个地方就好 车头的地方 这个 其实在距离留很远 这样张力比较够 所以有时候影像处理差一点 留差很多 我们的这个呢 我留的也够大 没关系 不够大其实就可以再做 来 这一层哦 要做什么事情 来 放大 要选得好一定要放大 按空白键移过来 那接下来用什么做 我建议你用套手工具 套手工具 这个可能比较轻松一点点 什么呢 点的点的放开就好了 那来 我要来开始点哦 我从这里开始点 再放大一点 空白键压得不放 来 这一颗 我强烈建议你用这一颗 多边形套手 用点的 来 从这里到这里 点一下放开 这一段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点这里 如果你要弧线很漂亮 谁来帮忙 那就是钢笔工具哦 钢笔工具要去拉弧度 有时候我说我自己还有一点胆 我宁可这样点点点就好了 按了空白键往上拉 当你放开就回到原来工具 像这是一大段这样就好了 这样弧度当然没有漂亮 如果这张图是很重要设计图 也许我就会考虑什么来做 钢笔工具来拉 空白键压着 不管你现在 我现在是在这个工具哦 按着空白键 立即会切换到什么 移动工具 哦 刚刚的拉得不好呢 对啊 刚这段其实我看错了 应该要在下面这一段 那这是轮子的地方了 轮子应该要黑黑的 按着空白键 钢笔工具就拉到形状会比较好看 来 Ctrl-是缩小 那不用选到那么多了 到这里就可以当它结束了 好 按两下结束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选起来 你也可以反转哦 按右键 我现在选到是里面对不对 反转嘛 外面删掉 留这个车头就好了 你看见了吗 Ctrl-D取下选取 车头就冒出来了 那其实一层一层才看 最上面这一层 其实只有这样而已 来来 这一层 关掉 这一层只有选这个而已 那第二层盖上去的时候呢 你看到吗 这是第二层 这是第一层 第一层 第一层其实只有这样 第二层盖上去 所以后面这边我就懒得选了 最下面这一层就做这个 所以感觉那个车子 好像从化光跑出来 整个图又是一张图 照片这个看起来就很有张力